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 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疫情后东京的改变,还有旅行突贼的提醒 今天要聊聊关于说 疫情过后,东京旅游到底有什么样新的气象跟变化呢 那今天要来分享我这一趟在东京旅游的实际体验 这个体验可能分为就是 我疫情前后觉得那个实际感受的落差 还有自己在这个旅程之中遇到了一些烂事的分享 首先呢,第一点就是Skyliner 如果你有去过东京 很多人就会选择这个最便利的交通方式 就是搭乘Skyliner 那它其实可以到日目里或到上野 那我这一次原本打的如一算盘 就是说,Skyliner很快啊 从机场到市区大概40分钟左右就可以抵达了 那我说我之前的经验都是直接下飞机之后呢 就去买票就可以直接搭乘 所以我就没有事先订票 想说这东西不是就是很正常吗 一切就觉得说很合理很方便这样 结果我一下飞机就看到那个排队人潮 排队人潮是在我预料之中 但在排队的时候我就发现前面的人 为什么一直都没有买到票呢 就越来越靠近才发现说 他竟然不卖票了 但为什么不卖票呢 很像就是让班次出了点问题 或是他已经超迈 所以他是不提供任何的座位 然后我问说那没有后面的班次 也没有 所以整个排队的队伍全部都傻眼 因为大家原本打的这个如一算盘 全部,诶,这算盘就直接碎掉咯 而且我直接住在上野 所以我本来想说我就搭过去很快速 我接下来还有别的哈利波特的行程 本来算好好的时间 就因为这个NASCANLINER就是停时 而无法就是继续的顺顺的走下去 所以就立马当机立端 要换别的加用工具 本来这个服务员 就是他本来是推荐 因为他听到说我要去上野 他说那你可以搭那个大巴 但我听到大巴 我记得要坐蛮久 大概maybe要一个小时 那因为我接下来行程已经买好票了 想说我没办法 我就只好搭别的铁路 然后坐到东京车站 再去换乘山手线 这样相对是比较快 虽然就是你知道 东京车站就是个大迷宫 非常的可怕 然后还好你下飞机的行李还不是很重 但是就得在那边换乘 你就觉得很麻烦 所以就是得要赶快的找一些应变措施 讲到这个SKY-9 就会建议大家可能事先先订票 还有就是出发之前先查好 他是否有什么停时 然后维修的问题 否则你可能打的算盘 你接下来行程就会delay 虽然后续我的行程也没有因此拖延到会delay 但是就是当下你还是有点黄 所以就是建议大家 因为疫情之后 可能旅行团还比较多 或者是他们有些维修 你可能没有注意到 这点真的很少会特别去留意 就是推荐给大家 接下来第二点呢 就是我算是自己丑意 关于订饭店这件事情 因为太久没有出国订饭店 那你就会看很多的评论啊 或看它的价位啊 有时候那种 agoda或是什么chip.com 他们那种就是有什么现实优惠 你就会有压力很大 觉得我很怕被抢光 那你就是误判了 没有就细看它一些细节 我这一次因为有换了一间饭店 那第二间饭店 在入住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为什么那个柜台 一直重复的跟我double说明说 这间房间是吸烟房哦 因为合理来说 我本身没有抽烟 所以我不可能去订 所谓的吸烟房 而且大部分的人订都会 他会让你勾选 说你是要进烟房 还是要吸烟房 我本身没抽烟 所以我一定是订那个 进烟房 但他就特别的 一直跟我double check说 你知道这间房间是吸烟房吗 那我说 诶为什么 他就说 哦没有哦 就是这间房间是吸烟房 你OK吗 一直跟我问这个问题 但我就说 那么别的房间可以换 他说没有 就现在整间旅馆 就是客满的状况 那你OK吗 这样 那我说 也没办法都来了 所以 而且那时候已经偏晚 当天行程比较晚 都已经10点左右 所以只好硬着头皮 上楼看一下状况 就一上去 真的烟味有够重 就是真的是 一进去感觉像在吸烟室里面 虽然就是我本身对烟味 也没有到非常的敏感 很多人就是什么 闻到烟灰会吐啊 或什么 打喷嚏 我没有那么夸张 但如果整天待在里面 你还是会觉得说 如果可以不要 就尽量不要 所以我就搭拨 确认了 想说为什么 他会安排吸烟房 这么不合理的房间给我 结果后来 就发现说 原来我在订房的时候 他后面有个小小的刮壶 写说 smoking room 但他是写英文 那时候订房说 贪图那个价格很漂亮 想说这么便宜 就是呢 赶快抢订 那怎么特别优惠 结果就 少看了那个刮壶的 smoking room 就意外入住了吸烟房 那后来就是下楼跟那个柜台说 我是否可以更换 他就说 因为我刚好入住那几天 刚好是周六周日 是客满的状况 那我连住 他说如果你要换的话 礼拜天的晚上 跨礼拜一 可以换房间 就是人也算蛮nice的 但就是自己丑一啦 不能怪别人 但就真的是提醒大家 机票啊 饭店这种你的细节 那个什么刮壶 要看清楚 否则你就会跟我一样 吃到门窥 接下来第三个关于说 旅行之后的改变 或是突贼的问题呢 就是天气这件事情 我真的没有想到 九月中的东京 竟然热成这样子 我那时候出发之前 在前一个月的时候 就不停地在那边 一直看东京的天气 想说台湾这么热 我就要去东京避暑啊 至少你就是 早晚天气给我凉一点吧 结果对照台北的天气 东京反而你知道 有过之而无不及 它的高温跟晚上的高温 都还是一样 比台北还热了一度 两度这样 那我说什么意思 想说也太热了吧 因为在台湾 就是你走在路上 就觉得自己要蒸发掉 更不用说 我在日本可能还有安排一些什么 东京迪士尼 然后一些户外逛街行程 想说我会被 晒到变成就是烤焦掉这样 那这几天 就是逛街下的心得就是 真的要带雨伞 因为没有在跟你开玩笑 有些像什么东京迪士尼 你在外面要站在 完全没有遮蔽屋 我说真的完全一棵树都没有 你就是站在大马路上面 要晒一个小时 那你知道你通常去都是 早上或是偏中午的 时段要路远 然后或者你在外面排队的时候 也是套丢没倒 真的是没有雨伞 你真的就是立马 黑一阶 我回来之后我整个肤色 大概黑了三阶吧 我没有夸张 即便我是有撑雨伞的状况 加上那个天气真的是 即便日本是偏干热 就不像台湾这么的湿年 但是那个晒下也是觉得很可怕 就是真的高温 33 34度 所以大家要出门 真的是那个天气 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 现在就是九月 甚至九月底都还很热 所以你要安排一些行程 或是哪怕你是什么 樱花季过后五六月要去 可能也要稍微观望一下 天气的那个热的程度 是否可以接受 而且更夸张的是 我这几天看到 有些新闻还在报道说 因为今年气候变迁的关系 声音效应怎么鬼的 那十月份还会出现 像夏天一样的温度 日本台湾都是 就会出现30度的高温 所以你十月要去 你可能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气温 接下来第四点呢 就是关于说疫情过后东京的改变 就是四 连航的入关检查 这一点其实如果你常坐连航的话 你就知道连航的一些 就是那公斤数是很在意的 我这一次飞日本呢 因为订机票是我自己订的 所以去跟回 我为了时间漂亮 所以我搭了两个不一样的航空公司 一个是库航 另外一个呢是乐陶 那这两个航空公司 他们的规则都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要买连航的机票 他们除了无法取消跟更改日期 就是你得要全额 就是等于报销掉之外呢 他们对于行李的公斤数 真的没有跟你夸张 非常的严苛 尤其是乐陶 故航 他的首提行李是10公斤 那相对还比较friendly一点 他的乐陶呢 我跟你们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搭过乐陶 我之前有搭过 但是我之前没有特别注意 但这一次要出发间 我就研读了他们的那个详细的说明 他说你的首提行李 跟你的这个随身小包包 只能够7公斤 听到这里很多人可能第一时间想说 那可能就是那个首提行李吧 就是登机箱 或是你首提上去的那个袋子 要7公斤 你随身小包应该不站在这个7公斤的 这个规则里面 我跟你说 乐陶呢 他是严格要求你的随身行李 就是那个登机箱或登机包 之外 你的随身包包也要算重量哦 而且不能够超过7公斤 你知道7公斤有多少吗 通常一般的行李公司 都不会限这种首提 就是10公斤 然后他还不会算你小包包 但这个 然后乐陶 他是连你的随身小包都要算公斤数 所以你真的一两 就叫做你的那个 首提行李真的是空空如也哦 就是装不了什么东西哦 那更不用讲 我那一次就是要回程的时候呢 我发现很多台湾的民众 不知道 你现在就是你的 不管是随身行李 或是你要托运的行李 里面不能够买经济防纹喷雾 你知道他直接把那个经济防纹喷雾 做成一个看板 做在那个就是路关的时候 你要check in的时候 他就会放在那里说 这个东西不能够带回国 尤其是台湾 他就是因为什么环境污染 还什么因素的关系 就是不能够带回国 那个不能够带回国 不只是托运而已 是你随身放在包包里面 也不能够带 大家可能会以为说 可能像什么香水 什么 就是建议你要带到身上 不是哦 他是连买 你就是带回台湾 出境都不行 但是你在什么东西啊 或什么药装店 你是可以买 但是你就不能够带回台湾 那这点大家可能真的不知道 因为台湾的东西 或台湾的一些药装店 其实也有卖金极防蚊喷雾 我大概在疫情前期 就略知一二 跟有耳闻一些防蚊的用品 什么风扇啊 或像这种东西 是不能够带回台湾 但我其实并没有 特别去研读这些规则 但我这一次 正在排队的人容里面 好多个人都被拦下来 他们的托运行李 或是手提行李 只要出现这个东西 他都要求你要直接丢掉 就完全不能够带 所以这一点 大家真的要留意 还有公斤数 真的不要想要 当做 他没多少没关系 他们在入关之前 那行李 你要去打出那个机票之前 他直接拍一个人在那边 叫你现场量你的包包 有没有超过七公斤 你只要超过0.1 他就叫你重新打包 或是去认东西 他才给你过关 所以真的要留意 当然还有那个长宽高 这是最基本 大家应该都熟知 很多连行对这个东西 非常的要求 那接下来下一个 关于说 东京在疫情过后的改变呢 就是5 这一点说实在 是我个人的问题 就是逛街行程 真的会不够 因为太久没出国 你就会想说 我那边要去 这个新的景点要去 那个逛街行程 我要去踩点 后来你就会发现 我的时间真的不够用 你本来想说 我之前还有去过韩国 想说逛街 还不会说太赶 应该还好 我真的是小看的日本 因为你真的是逛不完 它太大了 而且他们现在的商场 连商场 就是无法 就是轻松的逛完 所有的店家 而且你就真的变成是走马看花 如果你要认真逛的话 真的就是要花一整天的时间 但因为太久没有出国 太久没有来日本 你就会想说 那个新的景点 你都想去看一下 都想去晃一下 所以就会导致你 就会觉得说 怎么时间过这么快 什么东西都还没看完 就已经要赶去下一个行程 所以就会建议大家 如果你时间允许的话 真的要拍松一点 因为日本逛街 真的会时光飞逝 你真的一下子就会觉得说 怎么晚上了 怎么又来不及逛 那间店要关了 因为他们真的很早关门 他们的百货公司 或一些商店 什么都八点关 不像其他国家 都还有什么夜市 或是他们都开到什么十点 没有 就是八点就关了 所以你真的是 八点过后 你只有两个地方可以去 一个就是冬体 24小时的 或是一些药妆店 那药妆店 有些都是什么 九点就关 十点就关 最后一个就是推荐大家 一些家娃娃几点 或是游乐几点 那种可能就开比较晚 就是这几个地方 是可以晚上 就是真的没有地方逛的时候 再去逛这些地方 否则真的是晚上的日本 没地方去 只能够去居酒屋 或是去便利商店 买宵夜 接下来 下一点呢 就是六 日币贬值 真的很香 讲到这一点 应该很多人出国 已经有深深的体悟 日币真的相较于 2019年那时候 出国去的时候 我那时候要除以三吧 现在已经除以4.5 就是真的不夸 4.5 4.6 那样说 这个物价 什么东西买起来 都觉得说 怎么会这么便宜 尤其是unicuno 跟那什么无印良品 你在台湾买 你都觉得说 它那个数字 是不是把日币当台币买 想说日币真的便宜到一个榨开 随便一个T恤 你在台币买 可能至少 至少都300块以上 400块以上 但便就只在对半砍 100多块 想说这什么价格 什么内卓也是 一些什么笔啊 那是文具相关的 你觉得说 这价格真的是 可以直接买两个 因为台湾你买一个的价格 在日本可以买两个 你就觉得超级划算 所以如果你最近 有要去日本的话呢 你真的就是 什么东西都不要买 等到去日本再买 因为非常的划算 日币很香 接下来第七点呢 就是交通路线 一定要提前做功课 因为在疫情过后 有些路线 可能有跟动 所以大家比较铁齿 觉得说 我去日本这么多次 我很熟 我跟你说 你就会吃些闷亏 我这一次去 虽然没有大迷路 但是有很多次 我都发现 他们有一些站 不是站站停 你就想象到 比方说你今天去淡水 做淡水线 他突然间 你可能要去 士林夜市好了 你就发现说 他舰坛没有停 他只有停士林站 那你就想说 就是完全不在 你预期之中 那你突然在 士林站下车 你还要再重新 做功课 想说我要怎么 从那边去士林夜市 大概是个意思啊 就很多站 是不是站站停的 所以大家真的事先 交通路线 一定要做好功课 否则 你到那种大的站 什么东京车站 或什么上野站 就是那种转运站 或什么涉谷 邢宿 你真的就是会在里面迷路 而且很多东京的车站 它就是很吊诡 你从东口出来 你要去西口 你就是从里面 是绕不过去 你要从外面 绕一大圈 才能够出去 所以真的是要做功课 接下来第八点的改变呢 就是服务态度这件事情 我发现可能疫情过后 真的太多观光客 涌进去日本 所以有一些服务态度 你就发现说 不像以前这么的好 我觉得99%都还是非常的优质 而且屌打个股 但是我这一次呢 就是让我有点意外 是迪士尼 合理来说 迪士尼应该是全日本 最有礼貌 跟服务态度最好的一个地方 但是我遇到这一次服务态度 最不好的地方 就是迪士尼的餐厅 我遇到那个阿姨呢 我不知道她可能是职业卷 她的年纪真的是偏大 大概六十几岁了 算是高龄族 所以我就也没有特别怪罪她 但是我觉得说 她在迪士尼工作 那你点餐 面对这么多外国观光客 她的态度真的是 拽到一个不行 然后她整个都大臭脸 我想说 她竟然可以在那边 毅力不咬 工作这么久 我想说 她是不是真的是 因为疫情过后 太多人涌进迪士尼 所以她真的就是 我累了 我倦了 你们不要再吵我 你们不要再烦了 就是这种态度 所以导致她整个大臭脸 你问她事情 她就是整个给你 臭到一个不行 所以我真的没有遇过 服务态度这么差的日本人 而且还在迪士尼 没有遇到 我之前说 此生真的是难忘 所以我也没有 问她多难的问题 我就用英文问她 一些基本的 什么餐点 这样点可以麻藏 她就是非常的不屑 让我说 不懂 只是觉得说 可能真的 就是同理心 我觉得她可能真的累了 然后是 太多人涌进去 所以她真的觉得 你们不要再烦我了 只是就是 这点让我蛮意外 但百分之九十九 在日本其他地方 遇到态度都非常的好 那另外一个发现呢 就是 电源的部分 以前你去日本观光 你就觉得说 基本上 我做的是我自己的感受 在2019年之前 就觉得好像每一个便利商店 每一个就是那种观光景点的商店 都有配一个会讲中文的人 但这一次我就发现说 就是中国的朋友们 就是会讲中文的店员少了超多 但取而代之的 你会发现很多族裔的大公主 都涌进东京 我这一次 我真的是吓歪 很多就是中东裔啊 印度裔啊 还有黑人的朋友们 都变成是店员哦 最让我意外是 吴迪佳 你没有听错 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东京拉面店 我之后也会介绍 吴迪佳的店员 是一名黑人耶 我想说 哇 我真的没有想过来东京吃拉面 他的店员是黑人 在帮你做拉面 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而且我觉得哦 真的是 就是日本真的很厉害 竟然可以就是有这么多族裔的人 希望来这边游学打工 我觉得很棒 也让我很惊艳 想说哇 疫情过后这个改变 也让我真的有吓到 因为以前你去看那游学打工的 大部分都是韩国啊 或是中国台湾啊 香港之类的 或什么其他马来西亚的国家 很少看到这些其他族裔的朋友们 来当店员 就觉得哎 蛮有趣的体验 因为他们英文都很好 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蛮特别 因为像我去了某几天全家 或7-11 真的就是那种欧美国家的小朋友来当店员 那英文就是溜的跟什么一样 就沟通起来就说很棒耶 就是让你很惊艳就对 接下来第九个就是 算是搭银行的一个小推荐 如果你今天要搭银行 有三个法宝请你一定要戴起来 一就是眼罩 你知道现在很多日本会卖那个蒸汽眼罩 我个人大推 为什么呢 因为那蒸汽眼罩其实算便宜 戴上去呢 它大概会有15分钟 会有那温热的效果 但你可以把它拿来当实际的眼罩 如果你本身想在飞机上面睡觉的话 尤其是连航 它有些你知道旁边坐那窗屋边边的 他们不一定会把窗屋拉下 尤其是搭红眼扳机 你可能四五点飞 但到七八点的时候 很多人就是把窗屋打开 你想睡一下 你真的很累 但你有觉得那个光很刺眼的话 我觉得那个蒸汽眼罩 它除了可以帮你 就是舒缓一下你那个熬夜的气色之外呢 它就是可以帮你遮光 所以我大推 你每次去做连航梳 就是包包里面塞个两个 我觉得你绝对不会失望的 接下来就是抗噪耳机 如果你搭过连航就知道 连航比起一般航空公司来说 它那个引擎声比较大声一点 所以如果你很怕吵的话 就是加上你想在飞机上面休息的话 我觉得抗噪耳机 绝对可以让你搭乘的过程之中 比较舒适一点 比较不会受到别人影响 最后一个就是警诊 为什么要带警诊呢 然后连续我前几天推荐的 请去买那种可以灌气 充气的警诊 才不会占空间 因为一般航空公司 不管你搭什么长龙国泰之类的 这些航空公司都可以调整 椅背的斜的那个度 你可以往后躺一点点 再来就是 它在靠背的部分 它是可以调整 就是你可以把后面 那个颈部把搬往前 它就可以变成一个 脖子可以靠的地方 你睡觉的时候就头部 摇晃了就是没有支点就对了 但连航就没有这方面 就是你头部可以靠的地方 它就是个直挺挺90度 你又不能够往后躺 像我搭乐陶 它就真的没有办法往后躺 再来就是头部那部分 它也没有可以靠的地方 所以你就真的睡得很痛苦 所以你就宁愿去买一个 可以灌气的警诊 你会感谢我的 就请你要记得带这三个法宝 那如果去日本逛街的话 也建议大家就是第一天 就是要回去饭店之前 可以去买它的组贴 它的组贴非常厉害 最近还有一些新的品牌 我之后也会推荐你 接下来第十个小小的改变呢 就是刷卡这件事情 就大家应该知道去东京 你可以用西瓜卡去畅行无阻 但你知道像西瓜卡可以买饮料 就他们的投币 我不知道是不是更改很久了 但是我个人 我遥望2019年去的时候 我发现像我还没有用西瓜卡 在路边的那个贩卖机买过饮料 但它现在已经可以用贩卖机 在便利商店买饮料 这我知道 就是可以当成悠悠卡的概念 但是它现在贩卖机 你可以再点选西瓜卡结账 变得超级方便 所以你在路边 你就不用带着一堆日币的零钱 日币的零钱 它那一块有没有多让人家厌恶 你觉得有时候你真的是 那一块找给你 就想说我到底要什么时候用这一块 轻的个什么样 然后很少会有一块钱需要用的地方 所以就建议大家能够用西瓜卡 就用西瓜卡结账 因为便利商店可以用西瓜卡 路边的那个投币贩卖机 也可以用西瓜卡 它就会帮你省去很多时间 跟拿一堆零钱在手上的机会 再来就是bonus 应该很多人知道 但是就在提醒大家 你要在国外刷卡的话呢 一定要选择当地的货币支付 你不要傻傻的 在国外刷卡 你要选台币付 我跟你说 这一次呢 我有经过那个 就是比较昂贵的精品的店家 你知道一来一往 你买一个大概七八万的东西 你用台币支付 你只是点错 你可能差异就是好几千块 实际我看到那个 你知道你用台币结账 跟你点选日币结账 日币结账跟台币结账 就差了大概五千块 就因为你按错按键 所以请大家笔记在笔记 一定要选当地的货币付款 否则你就变冤大头 就我刚刚说的 日币现在价格很漂亮 所以绝对一定要选日币结账 好了 那只有今天的十点 就是疫情过后 东京的改变 跟旅行出贼的提醒 最后面我要介绍一间餐厅 叫做根式花碗银座店 它是一间旋转寿司的店家 那是来自于日本的北海道 是非常知名的 回转寿司连锁店 那我今天介绍 是位于银座百货的十楼 我真心地推荐你 如果你要吃这间回转寿司呢 请你不要先去逛街 先去抽号码牌 因为它要排一阵子 但是你先抽了号码牌 它的APP呢 会寄一个算是连结给你 你可以随时更新 什么时候轮到你 或者你什么时候要先回 这个餐厅 你就可以自在地去逛街 然后就在附近逛一逛 时间差不多快到再回去 你就不会浪费时间 在等着 我要排进去吃饭 因为我觉得 他们就是可以直接用APP 然后就可以看说 现在差不多快轮到 我再回去就好了 那这间店呢 主打评价又新鲜 而且他们有中文菜单 我觉得非常友善 那为什么要选在 银座这个粉店吃呢 因为这间店在十楼 你可以欣赏高空的美景 他们都市的景色 边吃寿司 然后生育片 然后边看这个夜景也好 或者白天的那种街景也好 我觉得都非常值得 那他点菜的方法呢 就是你可以看图 然后他上面有数字 你就写数字 跟你要的分数 然后他一张 可以写五个品项吧 你就点完之后 把这个纸递给师傅 然后师傅就会帮你出餐 那他就像是一般的 回转寿司店 他当然有那个 回转的机器 但actually 我是推荐你不要 直接去拿那个 回转上面的盘子 你就直接就用加点的 相对而言 你可以吃到你比较想要吃的东西 我个人是推荐你鲑鱼跟鲑鱼 非常的好吃 整体吃下来CP值 超级高 用餐环境也蛮舒适 如果你没有打算去 逐地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间 你就可以在冷气房里面 然后安安心心 然后很优雅的 画数字 一样可以吃到非常新鲜的 寿司 我觉得很推荐了 然后在市区 在银座 逛累了之后 就快速的吃一顿 十分推 那今天叫做 根式花丸呢 我有拍影片 会放到IG 其实你应该 请大家去IG搜寻 其实你应该 然后按赞追踪起来 那今天相关的资讯呢 我都会放到那边去 有任何的意见 或是你看法 或想跟我讨论的 都欢迎到IG 那边跟我做互动咯 好啦 那就今天的节目内容 下次见咯 嗯 嗯